由于申请人数众多 昨天开放的自雇人士收入补贴申请网站 系统不胜负荷暂时关闭 执总秘书长兼总理公主部长王志明指出 合格者将得到全部三次的补贴 他也为延误的事向申请者道歉 执总秘书长王志明在Facebook贴文表示 知道许多人因无法提交或完成申请感到焦虑 部长向正在申请或提出上诉的合格自雇人士保证 无论是申请或提出上诉 都不会因为提交的日期而影响得到补贴的次数 只要合格就能得到分三次发放的补贴 黄志明指出 技术团队正在努力改善排队系统 就像排队进入超市一样 为了避免进一步中断 目前必须先关闭申请页面 才能完成相关的排队系统 部长也感谢公众的理解和耐心配合 副总理王瑞杰在附加预算案中 宣布设立的自雇人士收入补贴计划 预计将让10万名自雇人士受贿 符合条件的自雇人士将在下个月底 7月和10月分别获得3000元现金 总额是9000元 7月份 8月1日 2日